大家好 我是詹惟宗 陽年想發財 想發財跟著老師走 財運自然有 先講到錢財 就要找我們的財庫在哪裡 什麼叫財庫呢 就是每一個房間 臥室 書房 包括客廳 兩個牆 兩個牆連接在一起 只要超過兩面牆 都有兩個門的寬度 在一起的交接的轉角處 那就是我們說的財位 在這個位置 記得要擺上我們所說 信仰的財神之外 也許你沒有信仰 你可以放一點盆栽 讓它綠於盎然 放個魚缸 讓水很清 八分滿 八分滿 魚要肥 魚要肥 水旺 財旺 錢財就旺 其次 老師 我沒有時間養魚跟種盆栽 有沒有別的好方法 我是讀書人 那就擺幾本很旺的書在上面 讓這個文化財跟考試財 跟執照財 在你的財位有意想不到的一個 凸顯的財運的橫發 最重要就是 除了這個財以外 在整個陽寧當中 遠方財 你的陽台跟你的大門前面 一定要把雜物 橫木 枯木 垃圾 汽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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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老師的話 就有財運囉